美国封杀禁令未解除 华为最新笔电发表日期 同样跟着难产 因为美国黑名单影响 华为手机无法称霸 现在新笔电上市也遥遥无奇 但不怕美国恶势力打压 华为决定决定大反击 华为早在三月就曾宣布 即将推出具有电视功能的智慧大萤幕产品 将搭载自家鸿蒙系统 并一口气推出两款55和65寸电视 预计在秋季正式公开 甚至打算进入自驾车领域 只不过华为只提供AI技术 不会加入造车行列 主要和欧洲和日本车厂合作 计划在2021年推出自驾车 而且不局限中国市场 未来也将进军欧洲 另外华为也针对专利授权问题 要求美国最大无线通讯服务商 Verizon支付超过230项专利费用 总金额上看314亿台币 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身为中美贸易战的最大剑拔 华为不甘趋于劣势 频频出招 三天新闻黄雄慧报告